欢迎收看小熊老师配音教数学 那么我们这一集要来进入到绝对值不等式的一个进阶的讨论 等于说我们之前都在做把绝对值的不等式导出所谓X的范围 那其实就是一个X的不等式嘛 那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 我给你X的不等式 就是我告诉你最后它被导成X的范围是什么的话 你可不可以写出这个绝对值不等式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那例如说我们一开始算这个绝对值X-A 然后说它小于等B 那这样子X会讲在什么范围 你可以按暂停看自己写不写得出来这两个 那如果你想了这个五六秒都没有想出来 那你可以看这个例子 如果说X加3的绝对值小于2的话 那我们说X到-3的距离在2以内 如果我们一路上你有看我的影片 然后到这里来 你仍然没有办法马上这个式子 仍然没有办法马上写出 在-3的距离在2以内 所以是-1到-5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写不出来的话 代表你做太少了 就是说 不能够只有看 我常跟学生讲 就是上课不要当做看Discovery这样子 你看了Discovery 介绍了一些野生动物 你也没有变成科学家 因为就是这样就没了 所以你希望这个东西在考试的时候你自己做得出来的话 你要在学会之后 如果可以你去拿题目来写 然后看能够写对多少对答案 那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 你也可以把已经学过的 我们已经讲过的东西 抄到你的笔记本上面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让自己重现这个思考的流程 来我来看这里 那老师的责任 当然我们会在课堂上面尽量安排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重要 你看我讲过好多遍嘛 为什么 就是希望你们自然而然的能够多接触几次 可是那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在我设计的这个接触的次数里面都能够顺利的把它全部记起来 那我设计的过程也一定包括你们要花时间自己做 所以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得花一点点时间自己练习 不会只有看影片就烤100分这样 那当然有啊 就是天才 来 不过真的天才 不看影片也烤100分的 来 这个 所以说 如果你这边做出来之后 回来想这里 那我们应该会发现怎么样 它其实是X到A 然后怎么样 前后加B 前面加B 后面应该是-B 对不对 所以如果X-A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B X会在A加B和A-B之间 那如果反过来说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 如果反过来说 我现在已经知道X在α跟β之间了呢 那一样你按个暂停看看自己能不能够顺利的做出来 如果你没有办法顺利做出来 一样我们先看例子 X在1到5之间 那你可以告诉我原本到底市值是什么 应该不难 尤其你有上面这个图可以对着对不对 应该不难理解 其实我原本是在它的正中间 然后怎么样 这两段是各占一半嘛 所以说正中间是3嘛 然后小于2 对不对 小于2 那所以说如果今天我告诉你我原本在α跟β之间 那我应该在他们的正中间 那还记得正中间应该要怎么写吗 是2分之α加β 然后这个距离呢 因为你整段是β-α 所以它这一段就是2分之β-α 所以你也可以把前面这个写β加α 就是让它对称一点 但是其实懂了的话都没有差啦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这就是 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把它取回来 事实上公式不重要 你反而是看到实力能做出来 这样反而比较重要 那如果是大于呢 如果是大于呢 x-a的绝对值大于b呢 你看我们这里就不举例子啦 因为你应该能够自己用这样子的逻辑去思考 所以到a的距离比 加b-b还要远哦 对不对 所以它会大于a加b小于a-b嘛 那如果反过来说 告诉你我现在得到的这个范围是 α和β在这里 对不对 那 这里不是一个词啦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这个绝对值的不等式要怎么写 中间会是α跟β的一半嘛 是2分之 β加α 那你会发现哦 哎那这样写起来 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这一段还是一样 是2分之 β-α 所以跟上面不同 就是不同在这个大于等于而已嘛 就是上面是小于等于 所以 是从这个 我们叫做封闭区间啦 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 去对应到的 那如果是开放区间是往两头跑嘛 你就是大于的 对不对 整理如下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并不一定要去背这个公司 而是说你能够看到例子 能够马上回推 所以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看 如果说x在-3到7之间 可以用这个表示 来吧 按个暂停自己做 那我直接写了 会的话都很快了哦 正中间是什么 7- 就是7加-3-2 所以是2 然后 这段是5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你 这个2求到 你想说7-2不就是5了吗 那我一定要用这个什么β-α 7-3 然后除了 但不用啦 做得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找到这个2 然后你知道这段是5 所以x-2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5吗 因为我这里是小于等于5 这里 这个地方有等号 这个地方就有等号 没有就没有 可以吗 OK 那如果这题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今天 他说-3 小于等于1 可以用这个表示 也就是说 如果我拿这个给你当题目 你会解出这个 这样子 那当初 这个绝对值不等事 是什么 按个暂停 自己做做看 那如果你 没有想到的话 我们就来说 其实 刚才那一题的概念 那我们在这一个关键 就是你想要说 这里有3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要到-3的距离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x到什么的距离 其实你要把x的细数 先调整成1 他现在这里x的细数 还有一个c 那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c如果提出去 3要除多少 所以不是从这里看 而是从这里看 我们刚才那一题也是一样 先从就是已经变成是x范围的这个地方 先画这个图就对了 先画这个图 然后怎么样 我们刚才讲的 不论你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等于 就是从中间剖一半 从中间剖一半的话 他是-1 那-1的话呢 前后都距离2 所以你就可以写了 所以是x加1的绝对值 怎么样 小于等于2 那到这里你应该就发现 哦 我知道了啦 就是怎么样 同层3嘛 所以cd就是 3 6 可以吗 好 我们刚才这一题 这个 求AB 没有做答 AB是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 又跟前面不一样 哦 那 这里是这个大于的 我们前面是小于的 所以大于的这里给的是开区间 但是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只是这一点点不一样 我是不会放这一题 然后跟这个前面一样 我们要先用 已经给的这个x的范围做图 开区间 而且我们其实最好标一下 他没有等号 他没有等号 然后 没错 还是取中间 6跟2 2个的中间是4 然后每一段 左右两段都是2 所以就可以写这个绝对值的不等4 是x-4的距离大于2 那 这个按个暂停 自己想一下后面要怎么做 那这个一定要按个暂停 自己做做看 这个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做错 我们下一步呢 先 从4变成3 因为题目是3 我们要去配合题目 所以我们要等号两边同乘多少 同乘这个 处理自己乘以对方 所以是同乘3分之4 同乘4分之3 所以我就会有4分之3x减掉 那4乘4分之3就变成3 大于 这个 2乘4分之3是2分之3 那也许有的学生到这里就说 老师 他要正的啦 你应该要乘-4分之3吧 我就是要分拆开来做 来 下一步是关键啦 就是说 如果你乘-4分之3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可是很多人就在这一步做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号两侧同乘-4分之3 很多人会在这里想说 那我乘-4分之3 然后把这里变成加的 对不对 我这个乘-4分之3 我这个变加的 对不对 那我这个变成 也要乘到负号嘛 所以作答1等于 这个3分之3 f等于-2分之3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不等号两边同乘-4的 为什么你的不等号不翻过来 对不对 你说对对对对对 不等号要翻过来 不等号你如果翻过来 就跟题目不合啊 那我原本是开区间的 所以我这个是大于是正确的 那所以怎么办 其实呢 其实呢 我们是要乘一个负号 可是我们不是 不等号两边同乘这个负号 而是怎么样呢 绝对值里面自己乘 那我们在这里利用的是 这个绝对值-a 会等于绝对值-a 也就是说绝对值里面 自己乘一个负号 根本不影响它的结果 所以就不会在外面 去影响别人 举例来说 我们假如说绝对值-5 会等于a好了 对不对 那绝对值-5 会等于a的话 那绝对值-5呢 他一定也还是等于a 因为就是a就是5嘛 就你在绝对里面乘负号 是没有差的 所以说绝对值-a 如果会等于 反过来说 绝对值-a 如果等于3的话 绝对值-a 也一定还是等于3 就说我今天不管你a 是正3还是-3 你在绝对值里面乘一个负号 是没有用的 是不影响别人的 是可以做的 但是不影响别人的 所以我在绝对值里面乘一个负号 它变成负的4分之3 x加3 那就没有所谓等号两边同乘 所以它还是2分之3 而且这个不等号也不用翻 这样懂的意思吗 所以最后1跟f的答案 其实是负4分之3和正的2分之3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 利用这个短暂的空档解一下 绝对值x加1-4 再绝对值小于3 那根据我们前面所学 你要图解也可以 或者我们可以用 就是所谓的阶段性的结论 因为你到这里来说 如果你的图解已经很熟了 你就是说 会不会不小心错到不该错的地方 你自己大概都知道 那你其实就可以大胆的使用 阶段性结论没关系 它如果小于3的话 它会夹在正负3之间 然后不等号3个同加4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图解 我们选对自己最流畅的方式做 所以它到-1的距离怎么样呢 这个 比1大 比7小 那7的话是6跟-8 1的话是-2跟0 所以最后的范围是 这样子 所以-8小于1个10小于-2 或者-0小于1个10小于6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这两课上到这里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